其中金朝皇帝当中 写寿金体写的最好的一位 就是金朝的第八位皇帝金章宗 叫蜿蜒井 他模仿宋徽宗写寿金体 几乎到了以假乱真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宋徽宗晚年在北国当囚徒 别的事他干不了 就有一件事他还可以干 就是还可以继续写字 当然写什么他是不自由的 必须由大金王朝来规定 写什么呢 他要给大金王朝写谢表 什么叫谢表呢 用今天的话说谢表就是感谢信 他要用他美伦美奂的寿金体 来感谢大金王朝对他的后代 要对大金王朝感恩戴德 实际上宋徽宗在北国在五国城 他是吃不饱穿不暖的 整天干活累得要死 他的内心是非常苦闷的 但是只要大金朝给他一顿饱饭 他就写这个寿金体 为什么 因为人的尊严啊 他是有一定限度的 在肚子都吃不好的时候 在这个人的生命都无法保全的时候 何谈什么尊严 所以只要大金王朝赏一顿饱饭 宋徽宗就会欣然命笔 那么大金王朝拿了这个谢表之后 干什么呢 到边境的雀场上去卖 把这个宋徽宗的谢表啊 卖给宋国人 因为宋国人都知道啊 他们的灰亲二弟被掳北国呀 他们都知道这个寿金体的价值啊 所以他们会不惜代价的买回 宋徽宗的书法作品啊 此外呢 大金王朝还有一个非常恶毒的一个用意 他们知道宋朝的军民憋着一口气 要匡复山河 要救回灰亲二弟 他们卖这个谢表呢 就等于灰亲二弟再牛 现在是我们囚徒 我们让他干嘛就干嘛 任何的尊严 对他来说都是奢望 他们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挫败南宋王朝的这个民族自信心